好,我们接下来能来练习一些根式的这个运算 那我们看第一题,它说七分之五乘上根号147 加上根号30,减掉二分之一的根号120 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根式的时候呢 请大家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做计算 我们要做计算的东西其实是我们的根式本身 可不可以先有什么化减 那什么叫做化减呢? 其实国中有稍微提过化减一个根式 其实意思是说,看这个里面的数字呢 有没有包含完全平方数 是它的因数 举例来说,其实147是什么 147这个数字很特别,我们知道它可以被删除 为什么?1加4加7是12嘛 我们知道数字相加起来可以除以3的 那么这个数就是3的倍数 所以我们把147除以3以后就会发现 147其实是3乘49耶 那49呢,其实又是7的平方 所以是3乘7的平方 所以你看,第一题这个式子 原式呢,它是等于7分之5的根号里面147就变成3乘7的平方 那30是5乘6,2乘3乘5都没有完全平方数可以提出来 所以呢,我们还是写更号30 诶,可是后面呢,这边120,诶,它是30乘4耶 也就是30乘2的平方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根号2分之1,根号的30乘2的平方 那我们前面学过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有没有印象? 我们在讲这个定理的时候呢 诶,根号A乘B可以写成根号A乘根号B呀 所以,你看看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 我们可以把根号的3乘7平方写成根号3乘上根号7夸号的平方 那7的平方开根号不是就是7本身吗? 对不对? 所以如果呢,当我们熟悉这样子的概念之后呢 其实我们以后就不用这样算了 我们就可以写快一点 就可以怎么样? 等于7分之5 然后你等于可以把7平方提出来变成7 7,然后再根号3 加上根号30 减掉1分之1 然后呢,你把2提出来乘上2 乘上根号30 那你就会很快速地发现 7跟7可以约掉 2跟2可以约掉 那这边呢,就会等于5根号3 加根号30,减根号30 所以5根号3就是你的答案 OK 很清楚哦 所以第一小题我们要特别习惯的是 我们如何去画减一个根号 那里面如果有完全平方数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数字提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呢,原式呢 哦,它,我们就试着做一下计算了 根号3乘以3 是3根号3 根号3乘以根号15 所以是减掉 根号45 再来呢 根号5乘以3变成 加上3根号5 那最后呢 那最后呢 根号5 乘以 呃 负的根号15 所以变成负的 根号75 好 那我们这边这样算一算 以后呢 我们又来了 又要遇到一些化减的问题了 我们知道说 45是什么 是9乘以5嘛 所以是3的平方乘以5 那75呢 是5的平方乘以3 是25乘以3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个化减 就等于3根号3 减掉 你把3提出来根号外面嘛 变成3根号5 加上3根号5 最后呢 这边是什么 是减掉5 根号3 所以 3根号5 3根号5 消掉 就变成负2的 根号3 好 那这个题目呢 其实如果你有仔细观察的话 有一点想法的话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如果你把 这个后面呢 提出一个根号3的话 欸 它变成一个平方差的式子咯 那这当然呢 是看你对这个数学 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我们写写看 原式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哦 这边还是一样 根号3 加上根号5 然后呢 你提出一个根号3出来会怎么样 把根号3提出来 你看3 你提出一个根号3 就剩下根号3嘛 那根号15 你提出一个根号3呢 就变成剩下根号5 嘿 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a加b 乘以a减b啊 所以根号3加根号5 乘上根号3减根号5 就是a平减b嘛 我们把根号3 放到前面去 变成根号3 后面呢 a加b乘 a减b就是a平方 减掉b平方 所以你看 后面变成3减5 不是就变成负2了吗 负2乘根号3 不就真的又等于 负2根号3了吗 所以呢 每一个题目啊 你都可以有 不同的解法 那你要检查的时候呢 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只要算出来答案一样 那么记得 这样子你答对的正确率 就变高啦